很快小张就觉得不对劲了 直到2月6号高某也觉得忙不下去了 于是就跟小张摊牌了 这一下可把小张气疯了 他说我把车租给你 你结果就卖了 你这里是偷车 他说这样 如果告你的话 你知道得跟进 他说我们有事我们都要好谈 然后我都代表我可以钱 然后我给他写一个那个调整 写个向上调整 就这样一张7万块钱的欠条 成了高某内心的一道魔杖 甚至成为他口中的那个见死不救的理由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一句 这样的理由别说不成立了 甚至出发点都是极其黑暗的 高某指责小张不够朋友 总是逼他 可是高某却不想想 如果没有他之前的欠租金 小张何须逼迫 之后没有他偷偷卖车 小张又何须索要欠条 可是高某却丝毫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这是怎样的一种自私和残忍 好说到这一切都已经太令我们震惊了 但是我要告诉您的事 这或许仍然不是全部的真相 因为警方随后 在高某的最后交代之下 又进行了深入调查 结果您猜怎么着啊 居然还有巨大的疑点 是什么呀 还记得之前的一个细节吗 高某说小张让他帮忙买碳 也正是这些碳 最终让小张运藏黄权 但是警方发现 高某买碳的那个数量有点蹊跷 您知道他买多少 足足五斤 并且当天晚上把这五斤碳 全都放进了碳盆里 这说明了什么呀 就常人不晓得只是他晓得 一样化妆从头 在拉近情况下 要好好打人才能指定从头四万 这还只是其一 再说其二 注意一个时间 他给小张打下七万元欠条的这个时间 是二月六号 他好心帮小张买碳的时间 是二月七号 试问一下 一个前一天还因为打欠条 对小张满心愤恨的人 仅仅过了一个晚上 就变得对小张嘘寒问暖 甘心帮人买碳 这符合情感上的正常逻辑吗 于是警方有了这样的推测 他懂得如何伪装自己 如何来规避 来规避一些风险 如何对他最亲的处理 来规避自己的这个 当然 为了证实这些推测 警方继续寻找了更多的新证据 目前高某因为涉嫌故意杀人队 已经被移送到检察机关 即将被提起公诉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审判 今天这件事无疑是让人痛心的 本来是好朋友 本来是两个年轻人 最后却是这样的结局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也试图了解过高某的成长轨迹 发现他现在只有27岁 年龄虽然不大 经历却不少还多次试图创业 可是都失败了 另外一方面跟家里的关系算不上亲密 缺乏亲人的关怀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他平时就性格内向 性情阴郁 但这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小张了 承认 他是受害者十分无辜 我们也愿意给予逝者最大的尊重 但是大家还记得邻居对小张的评价吗 才22岁的小伙子却几乎从来不出门 估计是一心铺在电脑和网络上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不是也给高某创造了买碳 并且放置碳盆的机会呢 当然了 这是极其偶然的事件 但是偶然当中也能抓到那么几分 给年轻人的警示 如果您网络 如果您好